因為今年最主要就是這個新智上路 其實有很多大一大二的學生 他們其實不清楚 他們可以利用大一大二的暑假 去進行這種軍事訓練 就是第一年暑假兩個月 第二年暑假又兩個月替兩次投 他們都以為自己坐在家裡 就可以等到兵單 也就是入伍通知書寄來 就沒想到竟然還要自己提出申請 有的人就錯過了這樣一個時間 然後資訊發覺非常的不透明 很多人都認為是國防部是不是刻意的在走 這個低調路線就是怕大災車 我覺得倒不盡然 而是說有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時候民眾不見得百分百有道理 就是民眾 這是你的權益的東西 而且這種事情一定是在軍訓課教官一定會提的 這其實會有這樣的一個制度的出現 一部分原因就是希望保留軍訓 因為你上了大學你有修軍訓 你才能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因為教育部也好 國防部也好 大家也都害怕軍訓教官會失業 所以會有這樣一個要求 但是很明顯大家都不去上軍訓課 大家都翹課 所以教官講的話都沒有聽 所以很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教官不可能不提醒你說 說這個提前 這等於是某一個程度的提前入伍 就是我在大學畢業以前 我就先利用暑假的時間把我的兵當完了 這個事情教官可能上課不講嗎 他一定會講 問題是你根本沒去 很可能情況是這個樣子 所以就是說他會等到 他如果你就坐著等兵單的話 當然是等到畢業之後 畢業之後那麼你就變成一個義男了 國家有義務叫你去服兵役 從前是服一年役 現在服四個月的役 所以這個東西是 這才是你一定會等到的 至於說我申請提前入圍 這某一個程度是提前入圍 提前的話當然是我要自己去申請的 你不可能國防部到你門口來問 說你要不要提前入圍 這就是所謂的叫做新兵上路 對啦 就是新智上路 大家也都不知道有這樣的 沒錯